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,亲善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,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的发言人呼吁退党。 高嘉瑜与脸书表示,没想到姚早上证实这是竞选总部的想法,但对于姚选情低迷,高建议姚在8月底登记参选时,可考虑宣布辞去立位职务,彻底展现参选决心,对选情一定有明显的帮助。 高嘉瑜说,科员做得好,就该升科长,优秀的科长,也应该升处长,让有能力的人往上爬,扩大服务范围,造福更多人,这本来就是对的,所以因为中央,地方民贷或首长任期不一致所造成的带职参选,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,这是任期衔接设计的问题,不是参选人的问题。 他表示,但从网历看,如果带职参选却遭遇选情不顺,参选人为让支持者感受破釜沉舟决心时,辞去现职,往往可以成为选举强心真,更可激励支持者,带动整体士气,让圣选气势上扬,建议姚伦志在登记北市长参选时,考虑宣布辞去立位职务,对于自己是否有帮忙姚文志。 高家瑜也说,每天都在基层努力,一步一脚印的判施政,为民进党争取更多市民朋友的认同,但可能姚认为他为民进党的努力还是不够,所以民调一直没办法拉高,他会自己反省检讨,看还能如何拉抬姚。 北市民 bijvoorbeeld。 北市民有统许多争环 bought –这 demands chest。